好 公投主文 是否同意禁止萊豬 注意公投主文 在這個當天你去投票的時候 你看到的是這個 上面沒有美豬的字樣 只有萊豬的字樣 但是我們的蔡英文告訴大家 開放美豬換銷台豬 這個開放美豬有很多好處 巴巴巴巴巴 它全部都在散發假新聞 告訴大家嘛 我們現在有跟這個美國 簽貿易協定的一些機會等等 最重要就是什麼TIFA 前幾個月我們去申請 加入CPTPP 然後美豬這一件事情 關係到我們可不可以走出去 這是蔡英文的謊言 看到沒有 然後賴清德就跟著一樣 一樣開始散播假新聞 蔡總統相當重視 食安福祉和安全標準的美豬 當然能夠進口 沒有錯 其實沒有萊克多巴巴 那美豬已經開放進口了 現在在台灣就已經有 美豬他講的也是美豬 這是什麼世界貿易組織的規定 我們是會員國 當然要遵守 巴巴巴巴 講了一大堆 好可怕 所以小牛議員你先看 真的你知道鋪天蓋地的謊言 就這樣灑出去 怎麼辦 不是他們政府的謊言 大概這幾年我們也見證了非常多 大概不差這一則 所以大家早就有心理準備 這個很嚴重 現在公投的關鍵要從 你看像大家都會很關注 比如說政論名嘴在講些什麼 這個重要的這些政治人物 意見領袖講些什麼 但是我要很認真地跟我們電視前面觀眾朋友 網路前面觀眾朋友好好講一件事情 現在的公投已經沒有多少時間了 現在是進入到貼身肉搏的一個階段 所以每一個在螢幕前觀看 然後關注公投題目的每一個你 請大家行動起來 要幫四個同意方要好好拉票 要不然我們就會被這些謊言淹沒 因為我們從很早以前我們就知道 這一場公投是對方有金山銀山 我們是有人民做靠山 他們有資源有位階有權力有話語權 黑的都能講成白的 這種事情我們也屢見不鮮 當初高端不就吹成世界神耀嗎 所以說他現在故意把萊豬換成美豬 這種公然說謊也是正常 但是要破解這樣子的謊言 是每一個人都有責任的 我們不能再丟給說 這個是你交給小牛去講 這個是你交給介大使去講就好 這樣是不夠的 我們每一個人都要行動起來 這樣子公投才有辦法維持住 這樣子一個領先的一個局面 那萊豬跟美豬這個題目 從貿易的角度來講 其實是非常荒唐的 因為憑良心講 那個是公投代表反方的李傳教授 他都親自都講了 就算有些國家 比如說歐盟沒有限制 依然要限制萊克多巴胺 他要零減出 也不會造成美國跟歐盟無法貿易 為什麼 因為你在其他地方讓步就好了 我在其他地方給予優惠 這樣子就扯平了 貿易本來就是 確實是有來有往 但是貿易也接受 你讓一步一點 我讓步一點 他還是有妥協的空間 所以今天這個萊克多巴胺的問題 沒有說沒有就一定沒有協議 不是這樣子的 當初中美在打貿易戰 中國大陸跟美國在貿易戰的時候 最後妥協的點是哪裡 是中國大陸保證採購 美國的部分農產品 包含黃豆等等 同樣的邏輯也可以適用 我們歡迎美豬 歡迎加拿大豬 歡迎西班牙豬 通通來 只要沒有萊劑就好了 我們依然可以維持萊劑零檢出的政策 但我們在其他的豬肉上保證採購 這樣不就好了嗎 我剛看這個圖卡看到一半我嚇一跳 所以我說在講什麼 還不小心打斷了主持人一下 原因是什麼 蔡總統說什麼 說以後我們要開放美豬 換銷台豬啊 各位 是誰跟我們講台灣豬第一名 品質最好 是不是民進黨政府 我們也都同意啊 因為台灣豬確實非常好啊 那你現在意思是什麼 開放之後 我們要把最好的台灣豬 賣出去給國外的人 然後進口人家不要的列等豬肉嗎 含萊劑的豬 我想美國前三大的這個豬肉的製造商 也是不含萊劑的啊 那個是要被淘汰的方式嘛 那個是要被淘汰的添加物嘛 現在是庫存銷不完啊 要找地方去啊 結果我們就是那個 平常講這跟垃圾處理廠沒什麼兩樣啊 他賣不出去他沒辦法處理的 大部分國家歐盟也不用 中國大陸也不用 其他比較進步的國家都不用了 他就往你這裡倒啊 他就是這樣子啊 把我們好的豬肉由未來賣出去 歡迎什麼樣的豬肉 劣質品進來啊 萊克多班萊劑豬肉進口是什麼 他不一定會在市場上出現 但他保證進到加工食品裡面去嘛 你未來你泡麵 你的肉鬆 你的肉包 重口味的 他就藏在裡面了 我覺得市面上不見得不會出現 因為他現在沒有標示嘛 他用過強迫標示嘛 也就是說在市面上 他非常可能雲目混珠 沒錯 所以拜託大家要行動起來 我平常講 現在就是要靠各位了 用你去跟你身邊 每一個認識的親朋好去拉票 反對這個萊豬一定要投同意 這沒什麼可以 其他公投也都要同意 我們待會會順著這樣 一提一提往下講 我們後面再來分析 但拜託大家要行動起來 我們不能只是聽一聽 大家講一講 心情很好就算了 這樣是絕對不夠的 所以你看第一個是萊豬謊言 第二個就是三階謊言 公投主文寫什麼呢 是否同意三階千里千里千里 我要念三遍 為什麼呢 因為它會毀壞我們的藻礁嘛 所以這個三階在哪裡 這個公投的團體沒有意見 你蓋在哪裡有沒有意見 但是你不要蓋在藻礁上 你不要破壞我們的生態 所以重點是不要破壞藻礁 但是呢 他說什麼 蔡英文去視察的時候告訴大家 三階沒有蓋在藻礁上 然後呢有沒有 那天潘中正老師上我們的節目 就拿了好幾張圖片啊 因為蔡英文發布的圖片 就是某一個角度 望過去呢 空空蕩蕩的 但是潘中正拿出來的圖片不是喔 另外一個角度一看喔 橋墩 大橋墩就樹立在那裡 大橋墩蓋在哪裡 就在藻礁上面呢 不是嗎 所以怎麼會沒有蓋在藻礁上呢 那個超級大莊就在蔡英文身後 蔡總統公然散佈假消息 如果不是睜眼說瞎話 就是昏庸無知了 說實在的 潘中正老師那天在我們的節目中 一直說蔡英文被蒙蔽 你知道嗎 他被罵翻了 我們所有網友都在罵他 哪有被蒙蔽 就自己蒙蔽自己 自己就公然散播謊言啊 怎麼可能喔 然後這個我們看到喔 然後另外的林靜怡告訴大家 三階案若過關 不只蔡英文家會停電 連你家也會停電 很多燒500萬 要多燒500萬公噸的煤炭等等 這個中間也是充滿了謊言 更不要說 我們看到那天的辯論 前原委 原能會的前主委 蔡春宏也出來講話 他說中期報告早就審完了 許永輝說謊 說實在想牛議員 這個許永輝怎麼現在不見 突然不見了 突然躲起來 可能被他要好好面對他這個獨職的官司 看起來就是這樣 他開始在找國家級的律師上 我是桃園市議員 所以說這個其實四個公投裡面 我最在乎的其實是藻礁公投 那我看到蔡英文總統去 然後宣稱沒有蓋在藻礁 我去非常痛心 他當然講說沒有蓋在藻礁上 某一些層面也沒有不對 為什麼呢 因為要動工錢 就要先把藻礁挖掉 所以他搞不好心裡想的是 那些那個機裝啊 或什麼下面的藻礁已經被挖掉了 所以確實沒有蓋在藻礁上 大概是這種邏輯吧 那連潘老師 潘老師一直是很綠的 平常心講 那他也很互惠蔡英文總統 他連他都已經 這種講說他是真言說瞎話 或昏緣無知這種重話也說出來 就是被背叛到實在不行 我實在為他感到有點不捨 那藻礁這一題 我是希望大家一樣要好好的同意 理由有幾個 第一個這是 重新讓要求所有的政客 重視政治誠信的一個最好的 這個一個最好的機會 因為曾經民進黨在野的時候 對藻礁許下非常多神聖不可 這個不可破壞的承諾 比如說鄭文燦市長帶著民進黨的黨籍議員 講說保護藻礁永不妥協 比如說我們的蔡英文總統 跑到藻礁區寫下藻礁永存四個字 比如說過去曾經因為三接的這個還評案 是一場政治還評 所以奮而辭官抗議的詹順貴副署長 他也曾經為了藻礁他甚至都辭官民智 雖然我不是很理解他為什麼後來辯論的時候 又跑去幫反方辯護 我不知道他在幹什麼東西 但不管怎麼樣是很多人當初都對藻礁有承諾 但顯然現在該妥協就妥協啦 該轉彎也都轉彎啦 那請問難得有一個公投的機會 我們難道不應該把握一下 打一打這些政客的臉嗎 他在證書當中藻礁快要不見了 他現在是說我們不同意停建三接 對啊 所以他只要能夠對他有利的 你們這些人都無理取鬧啦 當然啊 蓋三接有什麼不對 為什麼要停建三接呢 為什麼三接要千里啦 我們要把焦點把它拉回來 剛剛第一個理由 就要打臉說謊的政客 這第一個理由 第二個理由 大家可能對桃園的觀音 不是非常熟悉 我跟大家講幾個簡單的故事 以前我們桃園的觀音是魚米之香啊 魚產品跟稻米是全台灣最棒的 後來民國七十年代 觀音工業區六百多公頃進駐啊 把本來的防風鈴那些全部都拆掉了 那先進駐 進駐之後就有化工廠來 從魚米之香就變成隔米之香 他們當初偷排廢水亂倒廢土 把以前這個漂亮的大枯析啊 變成七彩析啊 把海岸變成陰陽海啊 這些都是觀音在發展過程中 所承受的不可承受之傷啊 他就是破瘡效應嘛 以前還有稻採砂石的 把土都挖掉了 把好好一塊青山綠水 挖成一塊一塊的變成大峽谷啊 這個大峽谷後來變成哪裡了 就是現在的大潭電廠 先破壞完環境 後面要做什麼都可以了 這就是過去觀音所承受的傷害啊 從觀音工業區之後 還有陶科工業區 環科工業區 焚化爐 這通通 然後現在說我們要繼續來做三接 然後把大潭變成全世界最大的 天然氣電廠 請問這對觀音人公平嗎 空污留在觀音啊 整個光是一個大潭電廠 這個世界最大天然氣電廠 從固定污染排放源 這樣子的數字來看 它佔全桃園啊 氮氧化物的空污啊 百分之三十五點六 一個電廠 佔全部空污的三層 氮氧化物是什麼元兇 酸魚 所以空污留給觀音啊 酸魚跑到中立平鎮 這個就是後果啊 他們都喜歡在那邊講藻礁 這題不是只有藻礁 是我桃園的總體環境負載 再來講桃園 第二個理由是要保護一下觀音 已經為台灣承擔很多了 不可以繼續這樣子軟土深掘下去 第三個講桃園 大家現在講火力發電 我們會想到中火 我們會想到星達 我們可能會想到基隆的協和 可是請問誰幫桃園人想一想 桃園有幾個火力發電廠 大潭全世界最大 而且它越來越大 旁邊有蘆珠海無常生 我自己的選區龜山有龜山國光 我們還有六座氣墊共生廠 兩座焚化爐 在桃園跟新竹的交界有星桃 在爐竹跟林口的交界有林口火力 我整個桃園市啊 被十幾個火力發電機組團團圍繞 這樣子的空污有輸給中火嗎 有輸給星達嗎 我可以很大聲的講啊 論發電我桃園人不限台灣啊 但是現在它沒辦法嘛 我們選錯人了嘛 選出一批賣箱賊在執政 今天這些賣箱賊在地方的時候 他可以不跟大家講這些事 不跟桃園市民講這些事情 他以後未來高深啊 到了中央 到了中央 他就不會管你的食安嘛 因為同樣的道理啊 萊豬這題跟這題都是賣箱賊嘛 潘老師出來打臉這個蔡英文之後呢 這個中游馬上又出來打臉這個潘振中 他說什麼 三接事工已經三年 藻礁一直都在 那胡說八道嘛 當然啦藻礁也不會全部死光啦 以前也是魚米之鄉嘛 還是有一些沒有錯啊 所以叫做藻礁一直都在 然後我還聽到 這個當地也有里長出來講 所以你們不懂啦 這個藻礁十幾年前 幾十年前就已經全部死光了啦 現在根本沒什麼藻礁啦 我再跟大家再往下講好了 當初我們不是講 觀音大峽谷後來變成大潭電廠嗎 這叫做破窗效應 破壞完了以後就沒問題了 萬一三接進來真的不幸 變成生態的破口 當初預定那塊觀塘港的預定 要做什麼 煉油廠 他難道不會一步一步往前逼嗎 如果這個政府是有良心的 不是軟土伸絕的 為什麼今天觀音會這麼辛苦呢 為什麼我桃園會有這麼多的火力機組 跟這麼多的空污呢 就是因為大家沒有站出來嘛 所以我要再拜託大家 這一題也是一樣 大家要行動起來 不能只是在交給哪些特定人士去講 每一個人都要行動起來 保護藻礁也是保護我桃園的環境 特別是桃園的鄉親 一定要站出來投同一票 可樂園的環境 字幕視聴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